個人插播台股的最新消息 受到美股全面收黑的影響 台股今天開盤是直接下挫 在電子股領跌下指數失守季限 不過隨著晶圓雙雄由黑翻紅 指數成功拉抬 中場台股上漲了42點 收在12746點 成交量是1629億元 最新的股市資訊提供給您 做參考了